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首在我专辑里头的一首歌曲 而且这首歌是我自己写词曲 都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这首歌的来源呢 其实是在我最伤感 最悲伤 最悲观的这个时刻呢 写出来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在伤心的时候 会写出这么开朗跟开心的歌 那其实是因为我是想要用 借用这种写歌的力量来提醒自己 就是不管是在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 都得就是乐观的去看待 然后就是一直往前走 然后开心一点开朗一点 所以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 就是要提醒自己要开心 你每天待在家总该是时候看失眠 你身上所有的灰色 开始时候扫一遍 给我把袜子讨好 给我把鞋子穿好 一步一步往上爬 重新开始再出发 我真的没救了 你这个人 说得出这种话谁不知道 背观指数篇高 是自己的圈套 要记得晴天生的过夏雨天 你的小药被我看见 就这样小小的烦恼不见 你就是我的太阳 别在乎别人怎么想 要记得晴天生的过夏雨天 你的小药被我听见 别整天愁你苦脸 开心一点 你就是我的太阳 只有你吸引得到我的目光 我真的没救了 你这个人 说得出这种话谁不知道 背观指数篇高 是自己的圈套 要记得晴天生的过夏雨天 你的小药被我看见 就这样小小小的烦恼不见 你就是我的太阳 别在乎别人怎么想 要记得晴天生的过夏雨天 你的小药被我听见 别整天愁你苦脸 开心一点 你就是我的太阳 只有你心对到我的目光 难免会有些疲倦 但是别不听不看不懂 选择逃避失踪 抛开所有负面能量 要记得晴天生的过夏雨天 你的小药被我看见 你的小药被我看见 就这样小小着烦恼不见 你就是我的太阳 别在乎别人怎么想 要记得晴天生的过夏雨天 你的小药被我听见 让我们一起肩平着肩 迎接未来每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